东阳的许大妈最近受伤进了医院 说是家里孩子玩了一下架子骨 邻居大妈家闲吵 结果双方发生了冲突 许大妈今年68岁 住在东阳亚西村 和楼大妈家只隔了一户人家 许大妈的女儿说 事情的起因是家里一套很久没用的架子骨 当天亲戚家的小孩来玩了一下 邻居楼大妈的孙女觉得吵 过来交涉 还报警说她家扰民 许大妈的女儿说 对方来说吵以后 他们就不让小孩子敲架子骨了 结果不知道怎么回事 两位老人打了起来 我心里都很难过 好像我想起那个事情 说话都说不出来 我现在都很怕 他看来的时候 我说 怎么天下黑下来 天都打下来了 我看不见了 一下子反应出来 这些人反应出来打他了 那个杂贝又打了一下了 打了一下 肯定他看到我的血了 事情发生后 徐大妈被送到东阳市人民医院 初步诊断为 前臂趋肌和肌腱损伤 头皮裂伤 前臂齿神经损伤 尺骨骨折 经过治疗 现在情况已经好转 徐大妈的女儿说 两位老人以前就经常发生口诀 但没想到这次会动起手来 联系了楼大妈的女儿 对方表示当时不在现场 具体情况是听侄女说的 然后我家子女呢 就叫她不要敲了 她们也就说也没有停下来 然后我子女呢就开始包检了 初检过以后走了 我子女呢 她们说又开始敲了 整个精神被她们就说 很烦躁地敲的小女孩 我母亲是拿着刀去田里 去田里的时候呢 一定要经过她们家的 家门口的 她妈妈跟她阿姨 两个人就把我母亲拦下来了 楼大妈的女儿表示 母亲今年70岁了 现在也受伤进了医院 她不认为是母亲先动的手 我一直是很积极地 在跟她沟通的 就是说出了这件事情以后 都是我主动在跟她沟通 因为我觉得她妈妈的伤 比我妈妈的伤 要严重一点 而且你说连你之间 那些纠纷 一定要说扯出来谁对谁错 怎么样怎么样 这个东西事情已经发生了 你已经没有办法说 一定要去认定谁对谁错 许大妈的女儿已经报了警 东阳市城东派出所的赵警官表示 会兼顾双方意愿来处理案件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